台湾全疫苗如果疫苗浪费掉的话 那真的是好可惜哦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开炮了 炮打谁呢 中央的唐凤他所创建的疫苗系统 他认为唐凤的疫苗系统是拖慢了接种速度 害台北市的库存 他第一个爆出的是20万剂 此话一讲完大家吓了一大跳 也太浪费了吧 事后呢市府澄清说没那么多 是1万剂 整整差了是20倍 对此蓝音就大骂 柯文哲是为了要从总统的声量 现在疫苗的战争演变成是绿白大战 台湾疫苗不够 柯文哲再度开炮 抢唐凤系统拖慢疫苗接种速度 唐凤的系统上线以后 中央你知道 再去直接去联络医院 然后再去照射去打 这速度一定比较慢 快要到期的疫苗就一大堆 库存就有20万剂 但话才刚讲完 北市府马上发声明 澄清有部分疫苗即将过期 数量是958平 大约1万剂差了整整20倍 杠中央却自打脸 柯文哲市长应该要搞清楚再发言 而不是发生口误 甚至是口水战 网友狂酸柯文哲上一堆专访 结果疫苗打不完 指挥中心抓准机会酸 打不完我们中央可以收回来帮忙打 台南也加入战火 说台北疫苗太多的话 可以分给台南 我们要的不多 2万剂就好 他们有20万剂的话 先给我们2万剂 我们把这一天半里面 把他们打完 柯文哲狂骂疫苗不够打 苏贞昌狂喊又买了 三千六百万剂的莫德纳 问题是去年订的五百零五万剂 还有三百九十万剂 根本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或进来 行政院随便拿个数字来糊弄国人 中午要买个鸡腿便当 明天后天才送来 那对你今天中午吃饭有帮助吗 疫苗成为绿白抢声量大战 民众只看到口水 没有看到疫苗 记者林先生 沉浸一台北 曾报道 好 不过就在这个时间呢 高端拿到了EUA 但是外界开始在质疑的 奇怪了 怎么开始要去找国会来游说 有这样的事情吗 现在有立委爆料 说他们的办公室呢 就接到了高端公司的邀请 希望能够找魏环跟国防外交 两个委员会的委员 24号也就是今天呢 到新竹来去参访一下高端 但是接到立委 接到电话的立委们呢 现在都传出 通通都是拒绝邀请的 对此国民党主席江启成就说了 高端你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他把三期临床实验 给赶出来 而不是找人背书 高端疫苗公司 他在7月初的时候呢 有用email以及电话 跟我办公室联系 那说他们会邀请 立法院的未还委员会的委员 还有国防外交的委员呢 一起在7月10号的时候 到高端的公司 去跟陈总经理呢 了解他们在疫苗制造 上面的一些问题 但是因为疫情的状况 所以他们又后来 延到7月24号 就是今天 这两天因为我接种了AZ疫苗 那身体上还有一些不舒服 所以昨天我就先 取消报名的这个事情 今天的这个参访 没有任何一个在野党 或是执政党的委员报名 除了我本人 所以我也很诧异 也很惊讶 为什么执政党的委员呢 没有一位去参加这样的一个 参访的一个行程 这两天也爆出 这个高端疫苗呢 在不良率上面的一些 资讯外露 那如果这些事实 都已经在在证明 这个国产疫苗的生产 跟采购程序 以及通过的程序 有很多的这个疑虑 那是不是我认为 卫福部 接管署 还有食药署 必须要成立 这个相关的调查 小组呢 来让国人适宜 请立委参访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这也是本末导致 搞错重点 因为政治与公关 不是解决科学问题的正道 公开透明的流程标准 还有科学证据 才能够说服人民 本人并没有受到 高端公司的邀请 去他们公司参观 虽然我是委员会的招委 即便我接到邀请 我也是会觉得 在这段期间 高端还在接受审查的期间 还是不宜过去参访 以免有瓜田理下之嫌 在高端疫苗 现在有这么多争议的 敏感时刻 高端应该致力于 如何把良率提高 如何做好三期的测试 而不是急着找立法院 朝野的立委去沟通 帮忙背书 以前马恩就说 高铁是废田 还巨大 现在大家都在做 我希望高端 可以用科学的证据 让质疑的立委 和民众可以了解 我肯定高端的做法 想要疫苗问题 永龄基金会台积电 跟瓷剂合购的 BNT疫苗过程 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根据最新出炉的 美丽岛电子报的 最新民调显示 有四成的民众认为 台湾政府是阻挡导致 甚至有六成的民众认为 最后政府是被迫 民意压力才开放 敦华大学教授 西正锋就痛批 采购的速度 根本就是拿老百姓的命 来赛跑 国产的部分就是缓不济紧 还在半天空 所以你又不 政府的采购 又好像很慢很慢的样子 然后日本跟美国 送的又背水车薪 所以你不开放的时候 一定是会民怨的 所以是很清楚的 不良率这么高 其实是蛮奇怪 或是良率这么低 是很奇怪的 然后审查或者里面是疑云重重 那其实我们一般 不管是政府采购也好 或者是这种审查机制也好 或者是学术论文的口识里面 其实委员也好 等等是有一定的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所谓的 他的所谓标准作业程序 那你看到 先前把一般的人换掉了 然后讲了一大堆借口 然后又是不透明等等这些东西 这个其实是我看这个是 不只是违反学术的这样子的伦理 其实应该也是违法的啦 所以老百姓应该是看在眼里啊 而且这又不是一般的产品 这是牵涉到我们的人民的生命 怎么可以这么草率呢 我想这个甚至于我们这个 是不是要食药署的署长 是不是出来讲一堆说 好像意思就是说 不良的不一定是不好 可能是更好 我说胡说八道 已经到过了多少 我们都不太晓得 坦白讲 他讲了一大堆那些东西 说了多少谎言 我们都不知道 是政府无能呢 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而且政府讲的那么多 好像是够了 但是呢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过啊 我们其实老百姓的生命 是在跟他们这个是在赛跑吧 我钱给你用 你用不完 那我们民间要花钱 坦白讲啊 这个不是 其实说不是只有打得到 打不到而已 甚至应该让我们有选择的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